綠綠的海洋上 遊客海上立獎 悠閒的拿著獎滑呀滑 沙灘上超明顯 擺著五顏六色的獨木舟 但卻被直擊拍下 一隻海龜要上岸禪卵時 卻一頭撞上沙灘的休閒器材 動彈不得 上海參旦會再 會嘗試著去找一些 適當的沙灘去做爬行 如果晚唱剛好有這些 大家忘記收起來的東西 比如說海龜在爬的時候 可能會撞到或者是卡住 學者無奈又心疼 海龜繁殖季節 剛好在五到十月 正逢暑假 小琉球海邊擠滿遊客 但業者把器材堆在沙灘 直接阻礙海龜動線 海龜媽媽可能會撞到 也會讓孵化的小海龜 找不到路回家 我們管理處要求他們 請他們吸回自己的店家 或者是遠離離溪溪龜 會下軟的沙灘地 五點過後 必須把所有的沙灘上的物品 全部進空 那如果沒有清空者 我們將依漁港法 來開罰三萬元以上 到十五萬元以下的罰還 彭管處將定期派人查看勸導 開罰事項也會再嚴厲 疫情後國旅大復活 可別讓業者賺飽飽 卻因此破壞海龜的家 記者張春華羅彩堯 屏東報導 我寫 他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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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寫 他寫 他寫